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湾由于受到中国打压,经常无法在国际上受到承认,国际知名度也有限,不过最近却有网友在奥地利发现,当地超市所发放介绍亚洲国家的贴纸收集书中尽有台湾的踪影,而且书中还有对于台湾文化的详细介绍,让他开心在网络分享。 国内外许多超市常会举办消费满额送东西的基点活动,最近一位现居维也纳的台湾网友就在脸书分享奥地利超市的Sport的活动,只要在超市消费满10欧元即可获得一张贴纸,消费者可以将收集的贴纸贴在超市的收集书中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期的贴纸收集书是以亚洲国家为主题,收集书中不只将台湾列入,更在书中详细介绍台湾的多项文化。 书中采用横跨两页的大版面贴出台湾梯田观光景点龙虎塔的图片,更对孔子像松山慈佑宫以及台湾特有的蓝富贤,台湾蓝雀,椰瓷蟹等动物进行详细介绍。 另外,书中还列出在台湾生活所需的小知识,像是台湾人如何用手势比出数字1到10。 该网友在脸书指出,收集书中介绍台湾的篇幅超大,而且还横跨树叶,相信这个月所有奥地利小孩都会因此认识台湾。 他也幽默表示,其实还有很多亚洲国家没被提及,奥地利果然是只看最精华的部分啦。 台澳关系果真不错,Mot做得好。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奥地利对台湾的详细介绍后都纷纷留言,连超市都有教学,太有文化的国家了。 像搜集,哈哈,还有网友直言,在这本收藏书中也有将西藏独立城区。 奥地利对孩子的教育内容真的不会受政治影响。